哈喽大家好,这里是奥特曼 小曼接着讲奥特曼 今天的主角是加古拉 这位可以说是开创了反派的先河 而且这坏的招人喜欢 是新生代中反派人气最高的一位 远古也是很宠了 竟然还安排了欧布和基友的感情线 最近加古拉也是再次上线 反正小曼是特别喜欢这个可爱反派 最近沉睡在涌动层中的佩吉拉可算是觉醒了 这样才能引出加古拉的再次登场不是 话说,这个怪兽是几万年前 被奥特战士击败后 用泽塔光弩封印在地球的 这次苏醒后,胆量也是暴增 只要毁掉泽塔光弩就是祸害天下 都不怕了 这个套路小曼感觉似曾相识 不就是迪迦当初剧情的翻版吗 所以现在远古走的就是这种复古致敬风 经过千呼万唤 加古拉首秀开始了 在摇晖准个变身战斗的时候 加古拉出息不意从背后窜出来 夺走了泽塔生化器 然而加古拉不愧是奥特曼 他夺走泽塔生化器 并非直接使用它 而是凭借自身的黑暗力量 直接将泽塔生化器 复制出了一个黑暗版本来 不得不说将还是老德拉 这个操作也是百分之百的秀了 泽塔真的开通了泽塔生化器的新玩法 而且复制出来的黑暗泽塔生化器 还自带之盾 航盾和摩克大蛇徽章 真是一笔买一送三的好买卖 这不加古拉是稳赚不赔了 看来当初黑暗圆环的消失 也是让加古拉苦恼的刻苦铭心 按照目前的情节来看 黑暗圆环是不是也要靠这种方式诞生呢 当然既然装备齐下了 加古拉也自然得大展一下身手 织旁盾也是如约上线 看到加古拉重新变成织旁盾 这一幕还真是勾起了无数奥特曼的回忆呢 现在加古拉有了黑暗泽塔生化器 可以说他的游戏已经好戏太罗了 现在主角还有阶段没有登场 主角全部就位的大团圆场景 也只是可待了 大家觉得后续还有什么精彩刺激的剧情呢 有什么样的想法都可以留言关注哦 下期我们再见